今天要介紹一隻在A牌以上出場率可能不到1% 在A牌以下卻很常看到的法師 就是 穆迦爵 這邊有喜歡玩穆迦爵的朋友嗎? 說說看為什麼會喜歡玩穆迦爵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哥 I'm Yuga 今天要在巔峰賽玩穆迦爵 因為這個角色啊 他雖然在前期四等以前 還真的蠻強的 因為他的持續傷害在前期來說還不錯用 但是只要等對手那些順傷很高的角色裝備起來之後 你就會感覺到為什麼穆迦爵打出去好像沒什麼傷害 但是人家都可以一直把穆迦爵給秒殺 我就是有這種想法 所以才會問大家為什麼你們會喜歡玩穆迦爵 說到強勢程度 穆迦爵現在可能T2甚至到T3的強度 因為他以傷害來說 真的就比較普普通通 如果你想要能秀一點有一點表現的法師 可能要選拉茲、薩迦 還有洛里陽這類的角色 他可以強開戰也有辦法可以單殺人家 但如果拿那些角色跟穆迦爵比 這是不能比的 因為一個是持續傷害 一個是瞬間爆發 這當然不一樣我知道 而且穆迦爵他算是半個奶媽 不可能把穆迦爵的傷害搞得很痛 然後又能幫隊友補血 這樣就不對了吧 OK 那在魔龍區 打起來了 可以發現我們的前期傷害完全不夠 而且你看我們的陣容 全都是後期角 摩恩打野、穆迦爵還有亥牙 真的太後期了啦 在前中期真的是有多慘 你可以想像得出來 用手指頭都能想得到喔 前期入野什麼之類的 完全打不過 因為我們就是個後期角 而且他們輔助是皮皮 皮皮他在寶牌跟開戰能力都特別的強 所以我們現在能做的事情 叫做穩穩的發育 能不死為目標 但是我想要發育 那個兵線就會被皮皮吸起來 擾亂我的發育能力 真的是很煩耶 不過好險的是 我們算是有兩個輔助啦 一個是歐米加 另外一個是凱撒路的戰尼爾 有兩個跑牌喔 你看對面太誇張了啦 尤其那個潘因 我一秒毒他才毒一百多的傷害 他直接就把我們家歐米加給秒了 我們還要玩遊戲嗎 所以我這邊已經不想打了 不是不想要玩這場 而是我不想要再打架了 我想要趕快去發育啊 後期就是我們這個隊伍 這個陣容的天下啦 這場我遇到娜塔亞 你可以看到他跟穆加爵一樣都是老英雄 有沒有看到 他的大招完全打不到我 直接打出穆加爵的風采 好啦 我好像也只能對娜塔亞才能打出風采 遇到潘因啊 一進了那個靈魂進來 我可能兩刀穆加爵就去了吧 就直接被他秒掉啦 我的五成毒都還沒毒到 他可能就直接把我秒了 你看這邊 喔他直接進來 我就殘血了 再加上葉娜 我直接死去 就是那麼快 我的毒都還來不及跌到五成 我就被人家秒掉了 前期真的是太慘了 人家常說什麼瘋狗流瘋狗流 我覺得那個潘因啊 比瘋狗流更誇張 那個叫做流氓了吧 在管你耶 直接進來揍你 然後再逃跑的那種 太誇張了 這個葉娜呢 OK 原地把他堵死 剩下這個皮皮 直接想要滾走耶 可是 我們是追得到的喔 現在穆加爵2技能 你只要打中英雄 都是有30%的反速 再加上一技能也有30% 他是可以疊加在一起 總共60%的反速 我想要把潘因趕跑 因為我要推塔啊 可是你看這個潘因 靈魂進來 先砍一刀兵線 再砍一刀 我好痛喔 太痛了吧 可是 欸穆加爵持續傷害 真的還不錯 但瞬間爆發真的不行 你看這個潘因 欸他會不會太誇張啊 好險他沒有招了 再加上戰友幫我跳大 直接反殺了潘因 可是 我們家歐米家也直接被他秒掉耶 太誇張了啦 不過講真的我比較喜歡 以前舊版 穆加爵的2技能 像隊友放2技能空放喔 都可以幫他補血 但現在你只能藉由大招 來去把我自己頭上的治療印記 擴散給隊友 好啦那這邊 讚喔 剛剛歐米家用他的大招 把潘因的大招給斷了 讓我們殺掉了他 然後可以推他囉 讚點 他說很感動 因為你注意到現在遊戲時間 已經來到了12分鐘 射手終於長大了 穆加爵也差不多要長大了 我忘了說啦 在出裝方面 如果對面的刺客 物攻類型的比較多 你就可以出惡魔微笑 來增加物防 那像這場對方 就是潘因打野 就是以魔防為主啦 先離掉墜 直接出起來 趕快防個藍 我連吃藍的速度都好慢喔 用大招 有了 拿到智慧泉源 拿到藍buff 隊友感覺想要吃凱撒 可是對面都在附近耶 本來在吃零鳥 就看到下路 有一個葉娜耶 然後我仔細看了 就是我對葉娜疊了五成毒 我每一秒被動的毒 只能毒他200多的魔法傷害 我真的覺得有點太低了啦 一秒毒200多 這是毒心酸了嗎? 重點還是要穆加爵的環境 一二技能都能各緩30% 如果穆加爵再出冰杖 緩速再多20%耶 好像也不錯喔 這個穆加爵的技能打到人家 一二技能全放 就可以緩80% 然後這樣講起來 這樣穆加爵可以把人家緩到不能動耶 但是我想了一下 拉茲的二技能 直接可以緩對手90%的跑速 哎呀我不要再比較了 我真的太喜歡一直拿 角色去做比較 你們懂嗎? 很喜歡拿什麼角色跟什麼角色 明明他們就是不同性質的 一個是持續傷害 一個是瞬間爆發 真的是不能比阿 因為比下去你就會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一比你就會發現 我下一場排位 我還是要去玩拉梯 或者是其他角色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我們傷害已經起來了 前期我被這個葉娜追著跑 現在換我追著她跑 這果然是後期角的威力耶 你看她往前 我也不怕 因為我生命法杖 那些都出起來了 根本不怕她 再把他們藍區 當作我家的廚房 在走 等等我們在吃凱撒 這場應該就穩了吧 應該就穩了 我現在有一個idea 就是你看喔 對面都蠻有意識性的 都知道我們可能會開凱撒 你看他們好多人都靠過來了 所以我就有一個idea 就是 假設我們假裝吃凱撒 假裝吃凱撒 就可以引對方出來打架 不過我們真的要小心對面喔 你看那個葉娜 跟瘋子一樣阿 直接就給我滾進來了 亥牙差一點被秒掉 現在對面少了葉娜 感覺是可以繼續打的阿 我們的魔人超級生氣阿 直接打起來了 那個潘因直接大招進來 把亥牙給秒了 接下來她應該沒有招了 果然 這個亥牙是有涅槃的 這一波我們沒有死半個人 而對面已經死了四個人 他們剩誰 剩下匹皮 就問她怎麼守 這個中路她是沒得守阿 出來你就要被我毒 而且我又可以幫隊友補血 雖然補的量不多啦 最後遊戲終於贏了 我們的前期真的是被打爆 說多慘就有多慘 所以這場能營真的超級開心阿 逆風局反打就是爽 不過在逆風的當下超級難過 那也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我是有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